好 两个人都瘦瘦的 想到另外这样的一个状况 七年前我们看到体重重达279公斤的新竹 阿迪亚这个吕宗宪 他也很想让自己变瘦 而当时还因为身体不适送医 出动了大批消防员 大卸吕门将他搬上车 后来他真的很努力要减重到170公斤 如今还是胖回到210公斤了 对于自己这样反复的减重负胖 他也感到很挫败 但是已经能够平静看待体重这件事 他笑称我是基因突变再突变 好几位壮汉费精力气还不一定扳得动 小明阿迪亚的吕宗宪 七年前重达279公斤 胖到送往医院急救 肚子圆圆连皮尺都没有办法量进腰围 让阿迪亚下定决心减肥 没想到越减越胖 阿迪亚说减肥真的好辛苦 他一度遇到瓶颈就先停药 想到才半年 体重就像吹气球般 暴增到220公斤 后来再靠着吃药 又瘦到180公斤 但只要稍稍没有回诊 药一停了 现在又到210公斤 你一定不相信我真的是唐力奇 其实不止阿迪亚减肥减得很辛苦 很多艺人也曾经靠减肥代言或出书 像是星座专家唐力奇 曾积三个月内减了20公斤 当时还秀出53公斤的好身材 但现在又胖回到75公斤 气得唐力奇之说 他再也不想减肥了 就大概瘦了3公斤 可是我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恋情备受关注的小贤 最近也被说成看起来发福不少 以前也曾用快速减肥把 现在的他看起来似乎又胖了一圈 减肥大作战 没有足够的毅力 真的是难上加难 中天新闻和孟谦新竹采访报道